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谷壇事件》 我是市基金的李浩德 在旁邊是蕭苑春先生 施老闆你好 你好 施老闆上個禮拜你又說政府可以救一下經濟 今個禮拜頭你又說市會彈 好像兩件事都中了 政府在這些情況下不可以不出手 因為除了政府之外 沒有人可以面對這些很特殊的情況下 整個社會停擺的情況下 扭轉局面 我自己覺得香港很多時民粹主義就是要救人 救企業反而沒那麼重要 但實際上你真的要救企業 或者透過救企業去救人 效果才大 現在政府已經出了一招 剛剛昨天公告了八百億 這招都算大首筆 和你之前的建議也有點累透 我建議兩行其中一行就是出最低工資 由政府替企業出工資 但是出到最低工資 企業自己有本事的就給了尾數 但是起碼政府出一個基本的收入 因為最低工資是社會上的共識 即是一個人拿到這樣的錢 便可以解決基本生活 如果能夠這樣做 起碼人們能夠活下來 活下來疫情過了 翻新的機會 人們都餓死了、離世了 疫情消退了也沒有機會復數 最新的方案 至少每個企業員工上限九千元 他們是拿一半,一半不可以多過九千元 所以高新的就拿多些 例如有些人拿8千元的薪金 他們拿一半拿四千元 所以不是每個拿九千元 這個比我提出的 有一部範圍比較差 我提出起碼有八千元 如果最低工資有八千多元 這次也算是走出大步 但是這樣能夠否足夠企業 可以幫忙 但又不幫得太多 另外企業最受影響的 一個人工一個就是租金 租金我也提出一個建議 上星期你說租戶的業主 應該有商有糧 我自己覺得最好是將現有租約 暫時割資 重新談一個新租約 談新租約的租金 反映現時的租金 還有傾身租約 香港有三個月的免租期 起碼有兩個月三個月 不用交租的話 就剛好撞正這段時間 譬如政府禁足令 有些行業不允許營業 這段時間過了 恢復正常 就更容易過 有些人說 這樣對業主很不公平 我自己覺得業主要面對現實 如果你還要堅持 以前遷落的租約 高峰期的租約 叫他早點結業 結業後又要找新租 可能空置一段時間才找到新租 不如跟他談電數 選了一些租金 給他兩個月免租期 這樣大家都能過 這些情況 其實新加坡已經在做 新加坡現在不理合約法 民事法 合同責任 暫停 租戶 不交租 也不能趕他走 或是一些工程上 或是合約上承諾的東西 暫時可以不履行 因為政府叫社會停擺 別人沒辦法經營 唯有大家拖著 得事特辦 大家一齊辛苦一段時間 重新開始 我自己對於重新開始 現在其實 順身略為好一點 一個就是中國經過兩個多月的 封城 停工停市停貨 現在基本上恢復 武漢也要重新開 按一輪 辛苦一點 疫情是可以壓住的 其他地方 譬如之前最嚴重的 意大利亞、西班牙 都開始建定 已經開始回落 即使美國也好一點 美國至少數字沒有增加 現在還是死亡很多人 確診數字開始平滑 死亡數字更增加 通常都是少許滯後 對 好似有些希望 至少看到 如果大家願意 兩個月 最多三個月 停止交往 很多經濟活動 暫時不要進行 疫情就會控制得住 兩三個月 增加GDP 20%至20% 辛苦一段時間 就可以重新起動 所以我認為 在這樣的情況下 在疫情可以預見到頂的情況下 投資市場會好一點 尤其是政府出招之後 我相信一些大的國家出招之後 其他國家都會跟著 都會跟著 不過 跟著也可能有些欠債的國家 趁機都不還 我聽到施先生說過 但對債券等等 要有一種盤算 會否違約 或者債務 如果政府不出手 便會違約 政府出手 令公司可以營運 就像美國一樣 直接賣企業債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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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當中的浴褠檔便不能收取 有些剛好裝修完裝修費便不能收取 工人沒有工收 他供樓便供不下去 這樣便會有連鎖反應 因為連鎖反應便很難禁得住 所以未出現負面的連鎖反應之前 政府要出一些措施 先生的判斷是否賺得住局面 我認為 出燈這次 政府已經不可以經常用舊時的理財概念 兩日為出 預算只能佔GDP多少成 這些行辦現在跳出這個框框 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香港雖然不可以像聯儲局一樣 自己印銀紙 但它有很多儲備 便先洗字 如果聽到施政說 這次應該是純粹反彈 還是你覺得整體局面 有機會見底向好? 我認為開始陸續好一點 當然這場疫情對經濟有殺傷力 反彈也無法反彈到高位 我相信在高位下距離十多個百分比 都要 我們現在回到 香港高位3萬點 我們跌到21,000 不過這個星期我們要回到21,000 有機會慢慢穩步去上網 會不會有疫情第二波? 我記得施先生 你寫文也有寫過這件事 疫情有機會有第二波 因為現在先進國家的疫情 有機會見頂 那些落後國家 你根本不知道什麼狀況 他亦沒有那麼多試劑去確診 你看我們去第三世界的旅行團 去埃及又中招 去印度又中招 去秘魯又中招 去旅行 你去一段短時間 你接觸少數人 都會中招 去參觀一下 那裡當然是相對普遍 這些國家根本的衛生條件 都不太好 我去過印度旅行 馬路的勒沙成堆 烏煙漲氣 那些醫療系統 是頂不順的 他不要去找確診者 去追蹤那些緊密接觸的人 他連病了都未必有空理他 我有個朋友 在印度去幫德蘭修女做慈善工作 做什麼呢? 他天天去火車站 原火車軌 撿受傷的人回去 埋葬屍體 因為印度的火車 每個人都爬上頂 抬著半條 很危險 便會坐 每天都有人在車頂掉下來 跌傷了 跌死了 政府也有得他在處 新人不理 我們便去撿他回來 幫他洗澡 給他飯吃 讓他有個好死 所以他患了病 都未必有機會去治療 通常如果你不治療 那個感染更厲害 譬如現在整班 日了醒 打工 打散工 找不到工作 現在還要回鄉 帶上病毒回鄉 所以他們一散播 就很難收拾 如果第三世界都未曾見頂 這些會不會重新傳映 這是未知之數 所以最安全 當然是看到有疫苗出現 特效業出現 但這可能要一年後 就要一年半載 因為整個研發 新產 測試的過程都要一段時間 所以現在都不可以失去警惕 但可能發達地區最壞的情況過去 尤其香港本身未爆發過 除了之前有一班留學生 出外打工人回來 令到我們由個位數字 一升升到五六十宗一天 最近又下回二十多宗 今天好像只有十多宗 希望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經濟可以恢復正常 就會慢慢受的傷害會少些 所以我們可以慢慢開始 從一個比較危機的模式 開始看到這些曙光 各位觀眾 繼續聽多些施生 判斷一下最新的情況 今天時間差不多 多謝施生 各位朋友 如果想支持我們古壇斯的節目 記得去到以下的網址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星期再見 我們下星期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